继续来截到它们里面融合一下 小伙伴们 今天小鱼可以将截到它们 专框形态升到二星 来吧 融合截到专框形态 材料不足了 我们来看一下贝利亚的融合兽 佩丹尼姆之盾 这边可以融合一下 又获得一个融合兽 看一下 这个加拉德龙王应该也可以融合呀 小伙伴们 加拉德龙王这个角色 应该也挺厉害吧 对不对 我记得有小伙伴跟小鱼说过的呀 这个英雄 应该是无敌技能比较多吧 对 来进阶到二星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剩下的 奇梅拉贝罗斯就融合不了了 然后这边的话也升不了几 小鱼大概完了三到四个月吧 然后所有的角色都在这里了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些英雄真的是非常难搞啊 小伙伴们 昨天咱们也是玩了一下 节套好勇嘛 节套好勇 还是非常的高啊 今天我们继续来 罗伯任务啊 这边还差两次魔王兽挑战 今天来看一下 没有没玩过的英雄啊 昨天小鱼是弄了一个六星的红莲火焰啊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这个英雄啊 红莲火焰 它也是赛罗警卫队的一个成员吧 对 跟詹伯特还有镜子骑士应该都是队友对 这个红莲火焰不愧是红莲火焰啊 它有两个技能都是可以燃烧敌人的 第一个技能火焰拳是可以燃烧敌人的 然后第二个技能震荡波 这个也是可以点燃敌人啊 小伯伴们 然后它的大招是可以混乱燃烧中的敌人 小伯伴们 这可以搭配第一个技能跟第二个技能使用啊 哇 今天的是土兹魔王兽小伯伴们 非常肉肉的土兹魔王兽 它的实力应该很一般吧 对 来 先点燃一下啊 简单魔王兽还是比较简单啊 确实比较简单 来看一下它的大招能不能混乱一下 并没有混乱啊 继续点燃 点燃一下 再点燃一次 三技能是什么呀 哇 它这些技能做的也太简单了吧 小伯伴们 看到没有 什么特效都没有啊 可以的 它到中间去了啊 点燃之后 拿一发大招 大招伤害也很一般啊 小伯伴们 来吧 最后拿一发四技能 带走土兹魔王兽 再见 感觉一般吧 很一般这个英雄队 好的 最后一次啊 我们把这次打完就可以交任务了呀 这次小鱼要使用一下雷阶多 雷阶多这个英雄 小鱼玩的真的非常的少啊 目前我们的雷阶多也是有六星五十五级 等级跟新速都还不错啊 因为最后提交的话要十万个等力子吧 所以说暂时升不到六星 来先用二技能控制一下啊 再看一下四技能 由这个打土兹魔王受伤害 感觉有点刮杀呀 小伯伴 雷阶多这个英雄应该也是可以叠这个极光之力的 对不对 可以叠到多少层啊 小伯伴 来看一下他大招伤害啊 这个传奇医学里面的雷阶多跟宇宙医学里面的雷阶多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呀 小伯伴 哈哈把你控制在空中怎么样 古兰特王 冻住 来一个大招带你走 来提交一下任务 等力子进破需要5000个等力子进破 来提升一下 哇 这边需要挑战加坦杰恶三次啊 小伯伴 但是打加坦杰恶需要非常久的时间啊 小伯伴 所以咱们就暂时不打吧 等下录完视频 小伯伴自己去打吧 打一次加坦杰恶可能要20分钟啊 小伯伴 来吧 打一下1位1的排位赛 目前是钻石等级啊 哇 这个对手等级太低了吧 对不对 好的 我们打一下这72级的赛罗 罗布 还有雷阶多 70级的雷阶多啊 小伯伴 无限赛罗哟 小伯伴 72级的无限赛罗 小伯伴 这边 哇 没有换英雄啊 这很尴尬啊 对不对 哇 这就尴尬了呀 并且没穿装备啊 如果穿着装备的话 还是可以操作一下的呀 没穿装备的话 哎 这三还可以小伯伴 女王没穿装备 都这么顶吗 哎呦 她八重过外光线了 躲下啊 好的 我们大招好了啊 来一个大招 看一下能不能带走 呦 被她控制住了呀 可以啊 带走了第一个 无限赛罗 还有一个71级的 罗布 哇 被秒了 被秒了 好吧 没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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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还能不能刷到 刚才那个对手啊 哎 就是她了 无限赛罗 72级的 进场的话 小鱼喜欢先放一个 一技能啊 一技能可以躲下伤害啊 来继续一技能 找个好的位置 放进了啊 躲下她的八重破外光线 三技能搞起 我放早了一点 小伙伴们 放早了一点啊 应该要晚放一点的呀 被她免疫掉了 为什么老是把我们的三技能免疫掉 小伙伴们 可恶呀 再来试一下 可以的 这次没有被免疫掉了 好的 解决掉了啊 哇 这个不是刚才那个对手啊 小伙伴们 刚才 刚才那个对手是有 是有71级的罗布吧 对不对 好的 没有关系啊 最后剩下一个女王啊 应该是很简单的 女王 伤害是高 但是她很脆的 小伙伴们 成功获胜了 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啊 感谢大家观看我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